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显淡宝社 一块鼻涕胶给你你能做什么 好吧,大家也不要再想了 因为小时候我们接触过它 大概大家也只是用来做做拉面 可是国外的一个妹子却通过这个鼻涕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甚至还在加州买了六间式的房子 大家是不是很羡慕呢 Karina Gushier是YouTube上的一名普通的主播 但是从2015年年底开始上传她制作的slime的视频之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而slime是什么呢 就是我大天朝造就的玩腻了的一种玩具 一种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交双物 小时候相信大部分人都有玩过 但是老外最近才知道这种东西 并且爱上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个靠玩slime吸粉的妹子 她最火的视频居然达到了千万亿的点击量 而就靠着这点击量 就已经接到了可口可乐和迪士尼的广告合作了 可是她对自己还不够满意 甚至还出了书专门教人怎么样DIY好看的slime 比如说会往里面添加一些诸如荧光粉 色素各类油或者玉米粉的东西 让slime更加的好看好闻 而且可以提升手感 这本书现在在亚马逊和实体书店都十分的畅销 也许我们会很认真的看他们是怎么玩转slime的 可是老美们却很认真的说 看视频并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制作slime 而是在观看slime的过程中可以减轻自身的压力 让他们从焦虑中平静下来 好吧也许真的是社会压力太大了 大家都在通过各种方法缩缓自己的心情 好让自己不要发疯 不和你们瞎聊了 小编要去看看还有哪些可以发家致富的招了 好吧希望地球人继续不断的走调 让我们能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是要情调 还有点关注我们 你是在等什么呢 感谢观看